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今年66年 讲到66大顺 恒顺众生随习功德 我给大家谈谈这两句话 一个人 来到这个社会上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 如何让我这一生 生活得快快乐乐 过一个真正幸福 快乐的人生 能不能做到 能 怎么做到的 方老师叫给我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叫给我 方老师给我指路 我跟他学这句 他把佛经 他把佛经这句 告诉我 跟我说 摄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哲学家 哲学家 那 大臣经典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从这个入门呢 特别是喜欢人生最高的享受 以后接触佛法 学习尖教才恍然大悟 这个最高的享受 这个最高的享受 原来就是 孔延之路 孔父子 会经营自己 一生 生活快乐 幸福 第一次当中 啊 夫子最赞叹的 言慧 言慧 家境 情寒 真的 一天三餐饭都成问题 但是你看到言慧 夫子赞叹说 慧也不该其乐 无论在什么场所 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看到他 都是满面笑容 欢欢喜喜快快乐了 他这种快乐从哪来的 孔子为我们解答了 《论语》里头 第一句话 《许儿是习致》 不易悦乎 这句话 就是方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 把从圣贤那里学来的 做到了快乐 啊 佛教的我们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两句话 普贤法大师说的 啊 普贤菩萨 华言三圣 啊 佛法 在中国 以四大菩萨代表 地藏菩萨 九花山 地藏 地是心地 藏是宝藏 心里面的宝藏才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与外面不相看 是什么 孝头 啊 地藏菩萨代表孝头 孝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梗 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 孝尖 从什么时候开始教 母亲怀孕 太骄傲 母亲起心动念 断诊 真诚断诊 没有邪念 这十个月 为什么 怕影响太儿 可 隆耳 断语 则 这一颗 齐疙瘩 反复 变得划出 让婴儿在胎里面感受 出来之后 母亲是婴儿 第一任的老师 小孩睁开眼睛 会看 竖起耳朵 他会听 他已经开始学习了 所以母亲 在他面前的表现 他全学会了 母亲要表演多久呢 三年 一千天 从小还满三岁 这一千当中 凡事负面 不能让小孩看到 不能让小孩听到 不能让小孩接触到 小孩能够看到 听到 接触到 全是 伦理 道德 全是 善心 善意 善行 善语 这叫扎根教育 中国文化沉船五千年 靠什么 靠这个 非常可惜的 民国初年 我这个年龄 还感受到 还看到 战争爆发 中日战争 七七四变爆发 八年抗战当中 乡下 还有这个风气 城市 没有了 抗战胜利之后 乡下也看不到了 也没有了 那么换句话说 八十岁的人 他做错了事情 我们能不能责怪他 不可以 为什么 他们是先讨过 九十以上 我这个年龄 今天是 一七年的元旦 要从这里算一些 算一些阶段的话 那我就走近 九十一岁了 我这个年龄以上的 再做错事情 不能原谅 为什么 你见过的 你有个感染 没有从前 那么深刻的教育 我看到人 社会大众 在家里 看到父母 看到尊长 长辈 看到 堂兄弟 姐妹 因为 还是一个大家庭 这伦理道德 是大家庭的国感 他见到了 流传了五千年 明国是因为 日本侵略战争 把我们的文化打垮了 深历之后 可以说 从明国建立之后 这些留学者 到国外去之后 对国外向往 羡慕 回国来说 中国一无是处 被人家欺负 要求外国人 全排计划 把中国东西 统统丢弃了 造成今天社会 动乱 造成今天的 天在人祸 连续不断了 怎样环球 现在西方人 比我们清楚 我接触 欧洲一些汉学家 他们 可能说 拯救今天的地球 只有中国 恐懵学术 跟大乘佛法 欧洲汉学家 他们说出来 中国 崛起 他们看到了 欢喜 他看到 跟别人 看法不一样 中国要是 学习之后 带领全世界 会带给 全世界人 幸福 快乐 不会带来灾难 那有证明 唐安太宗编的 群书之药 就是证明 现在有很多 不同文字的 文本 在过过地方 流通 读到这本书的人 没有不生欢喜 希望中国 强大之后 带领全世界 走向 永续的 安定 和谐 好啊 很难得了 那么这个根 随习功德 随习功德 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我们要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没有一个人喜欢战争 没有一个人欢迎财难 啊 要避免战争 那就像 汤恩比波斯说的 希望世界变成 一个国家 新娘脱开 啊 我们肯定 我们是地球人 地球人 爱地球 地球人 爱地球上的人民 爱地球上的动物 爱地球上的植物 爱地球这一片净土 这就对了 怎么样才能办到 教训 教什么 宗教教育 能做得到 我非常相信 我在1999年 98年 99年 我住在新加坡 像新加坡的九个宗教团结起 像兄弟姐妹一样 一直到现在 宗教 有潜力 那是他的信徒 但是 宗教不能迷信 宗教一定要教训 我们仔细观察 每一个宗教 创始人 都是最伟大的 社会教育家 他们到处 讲经教学 由于有古人 追随他 向他学习 变成信徒 他的信徒 也是讲经教学 讲经教学 什么时候丢掉的 我的老师告诉 大概两百年 换一句话是 两百年前的 中国四月安堂 无论都市 乡村 没有不讲经教学 释迦摩尼佛一生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我所能习 还有一点印象的是 冬天 冬天 农夫 不工作了 冬天太来 气候不好 所以冬天这段时期 是什么 上庙庙里去听见 接受佛陀教育 虽然讲经天天有 但是冬天这三个月 是一年最重要的教学的机遇 随顺 中国是一冬帝国 随顺 冬夫的修家 所以秋收 东藏 冬根开始 播种在春天 所以冬天这一季的时候 是完全休息了 所以教学就从这开始 这是有系列的教学 讲一部讲一部论 还有很多读书人 在寺庙里面挂单 那就是这三个月 他要住在四月 他要非常认真地 学一步计 学一步论 民国初年 还有 抗战之前 有不多了 还能看到 听说 之后没有了 胜利之后 完全没有 老一代 蒋经也发思 过世 现在 接班人 成文集 这是大思 不是小思 汉学院的兴起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何去培养 如是道 集成的人才 让一些年轻人 不要读 三十到五十个 就够了 帮助他们 学好汉读 学好汉字 学好文英文 有能力 读中国古书 让他们来 集成 古圣鲜鲜鲜的 大思义 把教学 维新 发扬广大 再培养 底下一代人才 我们能想到 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 中国文化可以复兴 可以传遍到全世界 这是我们的愿望 希望我们同学们 共同努力 发现人才 鼓励他 帮助他 尽量找机会 让他学习不能中断 最好 是能够办一条冷地学校 就是从前 私塾的教学 很值得提成 真正培养 圣鲜 受教育 为什么 学圣 学圣 圣鲜教育 佛教是说什么 学佛 学菩萨 我们学佛 要学跟阿弥陀佛一样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佛地大弟子 菩萨们 地藏菩萨 比较小 观音菩萨 比较慈悲 文书 比较智慧 谱形 比较真干 一定要把所学的 变成生活 变成事业 变成厨师 带人介乎 不能缺少的 冷藏道德 现在社会懂了 不怕 我们记住 意境所顺 极善之家 必有余亲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养 中国五千年老祖宗 历史有记载 断卧修善 积功略等 一直到 民国初年 我们还看到这种乙风 我们深深相信 中国有老祖宗 庇护 有三宝 价值 众神 赞叹 恢复 中国传能文化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把它 再穿下去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 消失掉 这是 我们这一赛 中国人 头等大死 不但中国人 又头等 外国人现在也认为 这是头等大死 所以找到我 又后子 我非常欢喜 语言成熟了 我们努力带头 把这个世界 带回 太平 盛世 希望往后 全世界的人 都读中国书 都学 群术之药 这个地球 可能会出现 千年 甚至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认真努力 扎根 不会被外面 彩色 名利 迷惑 不会受 外缘的干扰 我们自己 能做得了主 依靠 圣贤教会 依靠 佛法的 三规 五界 手上 我以这个 横顺 大家 随喜 功德 谢谢 祝贵 祝福大家 心念 如意 过去我长讲 祝我 牧手 岁岁 平安 冬山 奉献 年年如意 断卧 修善 我们 彼此 互相 勉励 不受 外面 不好的 环境 影响 我们要给它 断去 从哪里 开始 我建议大家 从手机 开始 我有五十多年 没看电视 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手机 这些东西 不善 天天看它 怎么能够 有健康 抵抗力 只有 把这些东西 隔绝 养成我们 健康的 智慧 有能力 抗拒 不受感染 你自然 幸福 快乐 就先请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光瘦 无量 祝事 吉祥如意 谢谢 吉祥